打死也想不到 杨阳这张帅气的脸 有一天竟败给了魏大勋 在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中 身为特别出演的魏大勋 竟把男主杨阳压得死死的 这种效果直接对杨阳造成了降维打击 网友纷纷调侃 幸亏不是像韩剧那样边拍边播 否则剧播到一半 男主宋燕怕不是会因公殉旨 然后孟燕辰直接晋升男主 剧中备受瞩目的杨阳 演起戏来却是这样的 甜滋滋 哎呀 这个味 反观作为男三的魏大勋 出道以来拍过50部戏 到头来让人记住的却是综艺卡 如今却凭借金丝眼睛加西装彻底火出圈 剧中孟燕辰反手开门加上高姿态鄙视的眼神 还有偷看妹妹时那种隐忍克制的眼神 种种细节都为这个男人加了不少分 果然西装加上闭嘴 就是对男人最好的衣美 由于魏大勋上过太多综艺 他扮演的猛兽公主更是深入人心 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他的演技 所以当陈飞宇听说他是中系毕业 表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刘金是你卖老师吗 你认识刘金老师 他是你大学同学 对啊 你跟他能上哪里大学 就连接受采访 主持人也是充满了质疑 你哪来的自信呢 他分低啊 分低跟长得这样的 你这分再低也不行了 其实魏大勋不仅是中系毕业 更是韩国三大娱乐剧头JYP演员出道 还是王家尔的超级前辈 我们其实是一起JYPFamily的 他是我的超级前辈 如今终于迎来了魏大勋的时代 他不再需要用搞笑来维持热度 专心揭剧本演戏才是王道 先是拿下女爸总娘命 后又俘获白月光秦岚 魏大勋是什么小说照进现实人 在某场活动上 秦岚似乎从侧面承认了这段恋情 尽管两人相差整整十岁 但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爱得轰轰烈烈 早在2021年 俩人的绯闻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当时网友纷纷喊话情懒糊涂 但万万没想到 当时恋情有多离谱 如今网友们磕得就有多起劲 2022年俩人同游三亚被拍 当时一米八三的魏大勋男友力十足 全程牵着姐姐安全感爆跑 这也难怪连杨幂都曾败倒在他手下 除了魏大勋优越的外在条件 他还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父亲在东北经营了几十年的房地产 名下还有17家公司运营 业务范围从地产到矿产再到高薪技术 在魏大勋发出的童年照可以看出 身后那白色阔气的双层大别墅 就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不得不说 魏大勋的家世背景绝对占上分 除了这英识的家境 魏大勋活泼的性格也备受姐姐们的喜爱 虽然显眼包的身份总是让他笑料百出 更是一笑就露出满口的牙花子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开朗的性格 不仅能逗姐姐们开心 还能为他们提供情绪价值 如今一部电视剧的播出 又挖掘出了魏大勋斯文败类的一面 高大挺拔的身姿再加上眼镜和西装 每一个动作都直戳网友心窝子 难怪网友说你们可以不相信魏大勋 但必须要相信姐姐们的眼光 直到看见30岁的魏大勋一把抱起爸爸 才发现被爱包围长大的孩子可以有多幸福 当魏大勋将窗帘放在地上用脚踩时 爸爸不仅没有阻止 还陪着他一起玩 给你放点水粉再放 来洗脚 主要是时间长没洗脚 对 好好粗粗 魏大勋的家庭氛围十分温馨 以至于如今30多岁还会跟父母撒娇 开心地抱着爸爸爱的魔力转圈圈 原地不抱脱啊 哎呦我差点 要缠的吗 哎呦我差点 妈妈很少会发脾气 说话永远都是轻声细语 这也导致魏大勋情绪非常远闭 魏爸爸也十分乐观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乐不合 就算做家务也从不抱怨 做家务是一种情仇 是一种美德 你做好家务了 你女孩子才喜欢 不管魏大勋有什么想法 爸爸妈妈都会认真聆听 然后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他 初中时的魏大勋胖到220斤 但依旧有个眼睛梦 爸爸知道后不仅没有吵着他 而是立马放下工作陪儿子减肥 正是有了家人的支持 魏大勋第一个月就减了40斤 从而就胖到220多斤 而魏大勋的奶奶也十分可爱 看到孙子在电视剧里被打 立马一脸心疼地对魏大勋说道 在魏大勋第一次尝试下厨做饭时 全家人都热情鼓励 奶奶更是十分捧场 一家人在一起时永远都是欢声笑 在这样胎狼且欢乐的家庭里长大 魏大勋简直太幸福了 感谢观看